大家好,欢迎来到试水的摄影后期教程 小伙伴们好久不见 今天这个视频即使我两万讽刺的一个抽奖活动的视频 同时也是我准备出的一个系列 片子教程,影像大片子模修的第二课 这个系列大家有记忆的话 应该记得我的前几期出的课程第38期 就是算我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抽奖活动呢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关注了我 发一条弹幕,发一条评论 我会在评论区选出几个最能打动我的观众 具体的抽奖信息会在视频的结尾公布出来 所以为了奖品,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了,咱们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主题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俄罗斯摄影师的作品的修图案例 这位被称为J绳的摄影师是俄罗斯著名的私房摄影师 他的ins油管还有500px上都有大批的粉丝 因为他很多图片尺度都比较大 所以我在这里简单放了几张 想看的同学 或者是想研究这个私房照片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J绳 我会悄悄的送出全套的J绳高清系列作品 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一下他的作品特点 首先,他的照片有着漂亮的肤色 舒服的光影对比 明暗对比恰到好处 还有就是照片的质感都非常好 当然了,还有很多优点 咱们在修图的时候说 如果你想学习色彩人像 如果你想学习更高端的商业摄影 那本期课程对你的帮助应该会很大的 好了,咱们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视频演示 首先我们导入图片 直接进到PS中 因为原图是张肉格式的照片 直接进到开幕肉中 我没把那个参数删了 我可以先把参数给他删了 然后我们进行对原图的一个处理 我们看一下 原图我们需要处理哪些东西 我们看到成品图是一个皮肤偏红一点点 然后整个画面比较这个通透 然后比较有质感的一辆照片 所以我们在这里 前期就要把它抖成这个样子 努力的把它抖成这个样子 好,点下自动把它的黑白场校正一下 把它曝光校正一下 曝光明显不够 可以加点曝光 好,这里就差不多 然后把它的对比度可以往上提一点点 但是也不用提的太多了 我们后期还要做一个上色 还要做一个加对比的处理 画面中的这个红色 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红色 所以把这个 把这个宝盒都和自然宝盒都可以直接降下来 然后画面中的黑再多一点点 OK,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镜头校正这里 因为这是一个35毫米的镜头 所以有一定的鸡变 所以在这里把它这个鸡变给调整一下 把它扭曲度这里加起来 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四周的一个鸡变就矫正好了 相机校种和这个HSL是最能调整画面颜色的 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先调这个相机校种 然后再在这个HSL中进行一个金种的调整 这几个原色调试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试一下感觉的 需要左右调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是怎么调的 好的,调完这步我们就直接进到HSL中 HSL更能金种的控制照片的一个色相宝盒图和明度 这边还是一样的 可以对照我们的参考图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颜色给它调到一个类似 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调跟最后的成品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HSL不能进行一个金种的区域修图 只能对画面中所有的颜色进行一个调色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偏色中进行一个下一步的调整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与风铃色调做一个统一 把图片中的高光区域还有阴影区域 然后在偏色中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瞧人像的话 首先要对他的皮肤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一层烤车钩 然后在这里进行对人物皮肤的一个处理 这是人像处理每步都要做的 也是一个比较没有基础含量的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可以快速的做一下 好把基本的这个脏点处理之后 我们用高低频磨皮给他进行一个磨皮 我在我的第29块中统一的讲过这个高低频 如果有学生想了解一下这个原理 或者是强势的每一个步骤是怎么回事的话 可以看我的第29颗 你也可以用什么中性灰霜曲线这样 高级绣度方法处理 这里我就快速的运这个高低频处理一下 也基本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直接复制一个图层 我们把底下这个改为一个低频层 上面这个改为一个高频层 在低频层这里我们执行一个滤镜 摩护高丝摩护的处理 半径我们设置一个小一点的半径 把这个人脸放到这里 看看人脸被模糊的基本平了的话 这个眯着眼睛看这个光影的话 基本是一个比较均匀的话 就是ok了 我们点到三这里 好像是有点也不够 点到六这里差不多了 然后六就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 通常情况下是三的倍数 我就是369这几个参数 好到高频这里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图像 硬图像 然后在这里 要进行一个对这个低频的一个操作 低频就是我们的一个光影层 然后高频是我们要现在保留的一个质感层 在这里混合模式减去 一定要记住了减去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有加上的话 加上这里的参数有个这个变化的收放值是2 然后这里要点一下反向才可以 你会发现这个上面的头层跟下面头层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个就是一个皮肤层 在这里我们要对一个皮肤进行一个精细的磨皮 高低频的要领就是把这个皮肤区域的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能把这个皮肤做的特别精致 铝化15个像素 然后在这里滤镜模糊 高丝模糊 高低频的优势是可以把画面中好的质感给保留下来 而且风区操作的话 人脸的面部结构会保留的比较完善 眼角这个应该是眼镜压的 所以把这个边缘的这个痕迹给它除一下 当我们皮完毕之后会发现肤色有掉色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补色处理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高频和低频之间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拿画笔 吸取掉色周边的这个颜色 然后在掉色的地方进行慢慢的涂抹 把画笔的不透明都和流量开低一点点 开到10%%%% 这样的话它肤色就会变得更加均匀了 尤其针对我们这个肤色不舒服的地方 这样的话一部可以既能把皮肤磨平 还能把这个皮肤的颜色给不少 所以很多国外的摄影师都这么一步到位的干 好整体这样处理完的话皮肤就会变得干净了很多 接下来我们直接盖印一个涂层 然后对人物进行一个液化处理 液化和磨皮是人物中非常重要的两部 如果一个姑娘漂亮的话 肯定她的身材要好 要瘦 然后她的皮肤肯定是要好 如果皮肤差了的话 肯定不是我们所谓的美女 这个老鹅的模特因为她受地狱的影响 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鼻子都特别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把鼻子给修一下 稍微变得小一点 不但我们受不了这种大鼻子 连他们自己也受不了这种大鼻子 因为模特比较瘦 这个脸形就不怎么动了 基本上这个微微一条就可以了 做完这一步 我们觉得她这个五官还是不够精致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她这个五官勾了的更加精致一点点 我们可以直接拉一个曲线 然后提亮它 然后反向 Ctrl I 然后在这里 把她这个眼睛 让她提亮的更加有神一点点 拿白色的画笔在这里涂抹 尤其眼神窝这里 多点几下 让它更亮一点点 然后把下眼睛这里稍微涂抹一下 然后在右边这里点几下就可以了 不然你点太多 鼻子这里可以多刷几下 让它的立体感变得更加好 然后嘴唇边上也可以 让它这个立体感更加好一点点 这里就不用开那个我们的什么高低频中线灰的那个观察面板了快速的进行一个点一下处理一下就OK了 好如果觉得做太硬了的话可以稍微语化一点点 接下来的操作就是对这片一个层次和这个颜色的一个调整 我们看一下这个圆图中它的层次是比较好的 这个颜色也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我们后面的操作都是针对颜色和层次进行的一个调整 这是我们这一绳的杀手锏 大家可以认真地观察一下 盖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直接运这个滤镜 可以直接把它层次做一个完善 这是一个谷歌的一个滤镜 很多国外的摄影师都有运 这个插件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 没分享的同学可以看我的第16课 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四方大绳这一绳也是经常运这个滤镜 做一些这个很好玩的一些效果 很有感觉的 在这里我们运这个弹对比度 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 其实这个插件是增强对比 英文的意思也是增强对比 但是这里是一个弹对比度 这都不重要 大家会运这个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把它这个校正对比度给加上去 能看到这个照片的层次就加上去了吗 好这里差不多了 然后在这里动态对比度 到这里也给他加上去 好加完这一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如果再加滤镜的话 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添加滤镜 然后我们继续添加一个滤镜 这次的滤镜是一个变暗变亮中心点 这里我已经把数值给调和了 大家如果想模仿的话 可以直接运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这个滤镜就是一个跟云影差不多 中间亮边缘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滤镜 但这个滤镜它这个控制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照片整体都挺自然的 这也是我在学习中发现这一绳最常运的两个这样的滤镜 如果你想做这种有点欧美人像或者是色彩人像的这种作品的话 运这两个插件会非常有效的帮助你把这个层次和这种明暗关系给处理好 好做完这一步 我们跟这个最后的图片做一个对比看看 我们缺了些什么 似乎它的这个亮度要亮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适当的加点它的亮度 运曲线加的话 容易把这个图片整体都加的有点过量了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运这个加运这个亮度对比度这里加加点它的亮度 好 我们跟这个图片对比一下 我把这里的图片也产生16比9 看看我们缺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缺了的是一些颜色还有一些质感 但是我们这个明度的话 还有这个对比度的话 似乎跟它的这个图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颜色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图片进行一个颜色的处理 我们在这里运这个曲线或者是这个色彩平衡都可以 或者是可选颜色 我们在这里直接运这个色彩平衡工具吧 色彩平衡工具相对来说调图的话 它的幅度会更加大一点点 也更加暴力一点点 给照给照片整体调色的话感觉挺不错的 我们先对它的中阴影加一个颜色 我们看看跟它的颜色差了点什么 它的颜色阴影的话更加偏向于一个 如果是你不知道它这个颜色是一个偏向一个什么颜色的话 直接把它这个图片打入到这个偏色这里 然后拿吸管工具可以吸一下 看看它这个黑色是什么颜色 偏黄偏 这个颜色偏的有点多 我们可以再吸取一个似乎是一个偏冷的一个颜色这里 所以我们在阴影这里可以加点冷 然后还有这种偏偏红偏黄的颜色 是颜色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颜色 右边跟左边还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一回的时候 右边是一个颜色 左边是一个颜色 左边是一个颜色 右边是一个颜色 我们看看右边的这个 它好像是一个比较冷的一个感觉 左边是比较暖的一个感觉 它的阴影 所以我们要一会要分开调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在这个印这里 先挑右边的吧 给它加点青色 可以跟这个图对比一下 继续 一边调一边对比 好像是个青色的感觉 然后再加点 偏洋红的颜色 不是个洋红 那就是一个偏青色的颜色 似乎也不是青色 那这里不运动 偏蓝色 好 差不多 好像是一个偏蓝色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中间调这里 我们看看中间调的 它这个颜色是偏一个洋红的颜色 可以把洋红偏一点点 然后勾光了 右边的勾光的话 没有多少勾光 我们看看它车的颜色 什么颜色 车的颜色是偏青的一个颜色 继续给它的勾光 就是偏青就行了 帮我们看看是一个青色吗 是青色的 这样一加青色 把这个硬的颜色给冲淡了 所以在硬 这里可以多加一点点 好 这个越来越像了 但是我们左边的颜色 是跟这个右边是不一样的 我们当时也不太清楚 它是怎么调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这里直接拉一个渐变 或者是拿这个黑色的画笔 在这里进行一个铜抹 把右边把左边的牛 把右边的留下 把左边的给擦了 然后力量开高一点点 7050 那一擦 右边的就保留下了 左边的还是一个偏暖色的感觉 然后再把这个左边 再进行一个调整 把左边的这个感觉再加上去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下 继续用这个色彩平衡工具 好 左边的明显的 它是一个阴影 是一个偏暖色 勾光也是偏暖色的一个颜色 勾光好像是偏青色 偏黄色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里 直接给它勾光 加点点 黄 加点点青色 然后把阴影呢 加点点红色 是不是跟它这边的红色有点的像呢 如果多了的话 可以解一点点 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吸取一下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在PS中直接吸取就行了 是一个红黄相近的颜色 而且是颜色是 明度是偏一个中间调 所以在中间调这里偏一个红 偏一个红 这边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点像的 但是这里先不考虑人物 把人物这里 右边直接给擦了 或者你直接拿 拿这个 这边工具也可以的 是把左边保留下 右边遮了的话 直接向左 拖一下 好 调完掉两步之后 我们就进行对人物的一个调色 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人物是一个偏洋红的一个颜色 我们现在的面部是一个偏黄色的颜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物要调的偏这个什么颜色呢 偏一偏的偏洋红一点点 因此在这里可以直接运这个色相宝盒的工具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红色 人物的主要人物的主要肤色就是一个红色 所以在红色这里往左往右偏 看看哪边的这个名都是一个合适的 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饱和度明显高了 可以把整体的饱和度 或者是对这个红色的饱和度降一点点 是否有点像了呢 似乎越来越接近了 可以再偏一点点 太过了 偏到个这个20左右差不多 整体画面我们现在的颜色的话似乎有点重了 所以一会要把这个 整体画面的颜色给降一下 刚才加对比的时候加的有点过了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高光处的话还有一点点黄色 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话可以给他这个画面中这个高光也加一点点黄色 好颜色已经很接近了 我们看看啊 还有哪些地方要调的 这个人物的这个衣服有点太尿了 我们把这个人物的衣服进行一个调整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人物和这个环境做一个不同明度的处理的 像他这个照片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这个滤镜做了一个处理 但是滤镜做的还是没有人工这种方区做的精种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与人工方区的方法再做一下 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高光不是太亮 所以我在这里直接把它高光给提取了 提取高光键是 Ctrl Shift Alt加R 这样的话就把画面中所有的高光给提取上了 然后在这里可以稍微语化一下语化这个五个像素 然后在这里把它这个高光给稍微降一点点 好 我们看到这个右边这个阴影是有点点这个层次的 但我们这个右边的阴影似乎有点重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一下这个 高光这里 然后反向一下 Ctrl Shift I 然后这里把它这个阴影给提亮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照片的层次就更加丰富了 看看跟他这个有点挺像的感觉了 当把颜色模仿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局部的一个颜色模仿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用这个画笔擦或者是用这个选区工具选出来 慢慢模仿像就可以了 如果面部的颜色特别复杂的话 可以用这个阿发的调色 比如说面部有局部的黄色不舒服 我们可以用阿发的调色把它给还原回来 最后再用曲线做一个明度 然后做一个色调的统一 这时候跟原图已经非常非常的相似了 好做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直接盖一个头层 因为颜色已经跟他有点大通小域了 就是没什么要调的了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最后质感的一个操作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依旧是谷歌的这个插件 不过是一个锐化插件 大家看我操作模仿我操作就可以了 触点 然后我们可以放到点部这里 看看这里 是否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噪点 背景这里 调节数值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的噪点就被加上去了 他这个暗部似乎更暗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图片中 这个车这里的暗部进行一个处理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整体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面部的颜色 还有这个衣服的颜色 还有这个暗部的一些颜色 有一些细微差别的一些颜色 都要进行一个小幅度的处理 方法都给大家交过了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做这种图片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可以模仿一下 以及按两个滤镜的运法 好的 我们拿圆图和修好的图片做一个对比 圆图和修好的图片 变化真的是丧心病狂 好的 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肯定还没忘记抽脚不动 好的我的抽奖规则非常的简单暴力 第一个必须是我讽刺 然后在我这个视频中评论弹幕各一条 然后我会选择三个幸运的观众 作为我的123名 讲品一等奖是价值688的我的寒假班的一期课程 你的同学已经听过我的私教班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咨询报名 都可以顺便推广一下我的寒假班 当然如果你获奖了自己如果不想学习 或者时间不合适的话 我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你可以转让出去 第23名 第23等奖是平封我 逼逼逼逼账户的500多块钱现金 到时候怎么疯的话 等你中奖再说 这个抽奖活动的截至日期是 这个月的31号 到时候31号我会晚上直播抽取三名 幸运的观众 祝你好运 快点帮我 欢迎订阅